我们再来看一位吴先生的视频投诉 我7月中旬在桥北的标志4S店 维修导航 当然告诉我一个月以后去拿导航 然后一个月以后 我去拿导航的时候 发现他们给我的导航 不是我本来的导航 然后他们答应给我换一个导航 换一个导航 我发现我的更换的导航的标价是4800块钱 而我当初的导航的标价是8000 然后当时他们就给我解释说 这个标价是他们自己订的 他们想订多少钱就多少钱 按道理说 4S店应该是赔偿吴先生和原来一样的导航 即使不一样的 也应该在价格上相仿的同等产品 如果说自己想订多少钱就订多少钱 恐怕是违反了物价部门的相关规定